伟人与常人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珍惜时间 时间是最大的财富 人如果没有诚信 就算有聪明能力 永远只适合危险人物 一个人能力当中所蕴藏的前人 远超过自己想象以外 善只有一个 那就是凭自己的良心行动 憎恨会使人盲目 不忘笑脸的人常受欢迎 我们遇试学习 遇发掘自己的平法 讨论的时候要冷静 激烈的争论会使错误变成缺点 真理成为霸道 和人交往 要隐藏相待 方能换取真实的友谊 浪费生命 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朋友之间最珍贵的赠品 是原谅与快速 每一个人都是建筑自己幸福的工程师 2003年代的青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身园 位于嘉义县明峰湖时的梅山乡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身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林木从玉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蜜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混合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会议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物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母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一座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观点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静得徒 实践佛陀开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双龙寺坐落在海拔1053公尺的苏铁山上 又称为苏铁寺 是起迈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苏铁寺建于1383年 建寺的缘由是在14世纪时 台北发现史加姆尼佛的设立 当时的人将设立放在白象背上 任由白象寻找供奉设立的位置 最后白象行进苏铁山 便停下脚步 于是决定在苏铁山建寺供奉设立子 取寺名为苏铁寺 寺前有一座290阶的阶梯 这是当时主要进入苏铁寺的入口 解体入口处是当时发动建寺的高森像 除了时间外 在寺旁另有一座缆车 提供民众更便利的方式上山礼佛 双龙寺的广场摘植了历史悠久的五游树 正盛放着难得一见的花朵 一旁供奉着600多年来苏铁寺中的高森 一旁供奉着200多年来苏铁寺 佛寺中心是一座金色佛塔 供养了佛陀设立 因此常有各地佛教徒前来朝圣 从世界各方涌来的人群 同行在这里绕塔 点灯 供花 香火缭绕中 呈现了法喜的氛围 我的佛教徒 在 stirred可供 它跟屏价领 建瑶寺位于清脉古城之北 建于1455年 以1477年时曾有一百多位佛教高僧 在此举行世界佛教徒会议 寺内栽种了来自印度的菩提树 必菩提家爷正觉塔外形建寺 建瑶寺的意思即为七座宝塔 是指主要塔座上面的七座小塔 又称七玄塔 七个尖塔代表佛陀顿悟之后 在菩提家爷度过的七州 其迈人相信这里特别是生肖属蛇人的守护圣地 因此供养了许多跟蛇有关的隔石雕像 供养佛塔 供养菩提树 当愿众生富贵自在 得正菩提 向好庄严 共有 当愿众生消除烦恼 得大事在 眼睛漂亮 得大智慧 向好庄严 参照 茶食饱足衣 供养山堡 供养佛塔 温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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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阿木格佛塔马拉巴美登纳拉 当那个拉波罗跟你 對上班達,再上班達,迴向六道友情 父母祖先,冤親在主 好,經典說 能夠修復舊佛塔 比造星佛塔,功德大 那哪一個功德像是修復舊佛塔的? 供養佛塔 修復大塔 無邊功德 譜皆迴向 山徒離苦 得身淨土 獻釋者 向好莊嚴 出身高貴 福慧圓滿 同誠佛道 靈母聰裕,育韻蒼翠 古樸天然的戒謠寺 現正在維護整修當中 海濤法師帶領大眾在此慈悲焉供 點燈,禮佛 並回向眾生同得此功德 隨後大眾到寺院後方的水池 時時水族和其尿 隨時隨地解善緣 觀看 有些美食 有些少女的水 有些少女的水